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出来的一个 D D 因为昆仑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角色 他是丢失了自己最重要 也是对于任何人来说最重要的一样东西 那就是自由 才五岁 当时去电影院看了 前几个上月看过一遍 还是非常喜欢 最喜欢的演员是李雪剑老师 我知道最近李雪剑老师有点拍戏 一直还挺关注 他对立面的那个角色 因为我觉得李雪剑老师是一位 非常有男子气概的演员 然后希望自己也能演这样的角色 其实我认为小时候那些记忆已经非常模糊了 在2016年的夏天在《妖猫传》剧组担任一位打杂的一位人员 真的 真的就是打杂 然后呢我一直负责去养一只猫 第二个这个黄香老师的表演 他有一场戏对于他来说 对于他这个角色来说的非常重要 我可以一辈子活在李白的阴影里 但你不能说我的长生歌是假的 他为了准备这场戏彻也不眠 内心极度纠结 那个镜头的表演我确实非常佩服 如果我遇到相似的情景的话 我肯定会去借鉴这段表演 小心小心 好好休息 就是减肥 减肥 健身是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 为了自己每天都保持一个特别好的身体状态 那减肥可能 对于我来说更多人为了角色 你打66份了 这是个吉祥的数字 今天的防鼠措施就是穿了一件外套 然后三件别穿 这就是今天的防鼠措施 因为不被的杀黑 但9月份武汉天还是这么热 三件别穿 这就是今天的防鼠措施 如果有一天 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 你是否愿意 回头扶我一把 如果有一天 我无力前行 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 是心情爱到最美 是陪伴 对不起放错了 其实大家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没有看到最土的那个造型 我们伴上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天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去吃饭 进了餐厅 人家以为我们是流浪汗 因为我们还穿着那个破的衣服 那浩然对于我的时候就像一个哥哥一样 浩然对于我的时候就像一个哥哥一样 浩然对于我的时候就像一个哥哥一样 就是捡垃圾也带着我 捡织也带着我 捡织也带着我 鸡妈也带着我 如果我不做演员 我肯定会去选择做一名服装设计师 就是裁缝这门艺术 非常感兴趣 我觉得没有 我觉得这个是与生俱来的 我觉得人无法选择说自己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 但是可以用后天的努力去证明 家人从不够压力 家人其实都是最支持我的 同时也尊重我的职业选择 四分钟前 我等会那个问题很尖锐 你现在面前有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是一部备受关注的 IP改编的电视剧 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一部 可能关注没有那么多的一部 小众的文艺电影 你会选择那一部 我觉得我肯定会选电影 因为我觉得在我这个年龄 还是要打磨好自己的眼睛 其实护肤也就是肤跟面膜 然后也没有定期的去做皮肤护理 因为男孩毕竟 我觉得还是粗糙一点 中秋节是一年一度 家人团聚的日子 那今天除了我的哥哥 我能和自己的爸爸妈妈 在武汉度过中秋节 其实也非常非常开心 因为这也是很少众的一次 我们在外地过中秋节